那 琴要花刀口上啦 對不對 各位 我要把Skin換回來 我是可愛一般小盲女 買了黃衣後悔 應該買蜘蛛的 為甚麼買黃衣會後悔 我覺得黃衣不錯阿 謝謝哲平玩盲女 不會 不用客氣 你們想看甚麼角色 我都可以玩給你們看 我帶你排位 我很強哲平 我叫暗黑魔羽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強的阿 你們有看我今天早上的影片嗎 我連續遇到兩場人機欸 太猛了阿 不是富二代就任命點 三回 所以外購你要donate了沒 最機限額三萬喔 黃衣現在變冷門角了喔 我覺得最近真的是 月色夫跟素產之魂真的是很常出現欸 說真的 很常 不要要求哲平加你 我是還好啦 反正我也不會加阿 你無限在商店 看有甚麼遊戲想要你玩 好喔 你是說Steam商店嗎 我最近還有很多坑啦 我現在還有戰神沒跑完 你可以緩緩 這場是速閃欸 你看有沒有 不是速閃就是約色夫 我最近戰神還沒跑完 你們可以挑你們自己想要看的遊戲 因為其實我真的是超級無疑喜歡玩遊戲的 你知道為甚麼哲平會一日三更嗎 我一日三更的原因是因為 我遇到素產之魂 不要這樣啦 大家都這樣 只會追我是怎樣 欸? 欸? 沒發現喔 我好會躲喔 呵呵呵呵 我 我好會躲喔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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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走路草 走路草 你幹嘛 幹嘛阿 練雨製作人 真的假的 約美人樹傘滿雨超討厭 因為看不到雨傘飄過來 喔 對對對對 可以玩音速小子 音速小子是怎樣 問一下或是觀眾可以回答一下嗎 黃衣約瑟夫和黑白和楓炎買誰好 看你喜歡玩哪一種樹脂阿 你如果喜歡玩地圖炮的話就買老頭 你就是可以把你邊關起來 然後用牆去打人嘛 那如果你喜歡就是 我覺得比較強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還是黑白比較厲害 因為黑白的轉閃真的很厲害 不是阿 阿人咧 就在旁邊咧 唉唷 林道歐德魯喔 阿 欸 好險 他去鏘 我翻窗怎麼那麼慢啊 哇 小黑來了 小黑的話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躲他鈴鐺唄 嗨 嗨 嗨 嘿嘿 嘿嘿 他跑喔 他跑喔 跑喔 欸嘿 欸 欸 不要嚇我好不好 白癡喔 媽 跑出一隻傭兵嚇人喔 好啦 讓他追他 欸 欸嘿欸 欸 我要去休機了 好可憐喔 翻窗翻這麼慢 不是阿 我真的覺得 這盲女阿 你說他翻窗慢是因為他木盲 可是 你木盲那你要怎麼破譯耶 是不是阿 我真的不懂 他到底是怎麼破譯的 喔 你在國外是不是 原來如此 遊戲先等會 遊戲先等會 我們先翻個窗 喔 翻個板 這個小房 這個小地區真的是很狂 嗨 嗨 嗶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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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啱 我的 哈哈哈哈 我快笑死了 再快修好了啦 修一修唄 修一修讓他變一刀去斬死他們 碎啦碎啦 鬼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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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不堪 快來 不要 不要理他 放森他 分享他 這因為我第一隻買的九隻黑白 第二隻是先吃 第三隻是想要祭司 第四隻是想要路練師 書好也忙心不忙的 黑白66則憑 bree騷了 路練師好不好玩啊 我還蠻想知道的 欸 先走囉 你們都不怕他轉閃喔 就跟你們講說速閃之魂是絕對不要在那邊留ほ的啦 各位 速閃之魂就是不要跟他留戀 不過這隻比較不會啦 我覺得他轉閃的次數很少 而且他基本上沒有用鈴鐺阿 他基本上那些地方他只要用鈴鐺 我就只要ㄎㄧㄤ掉了阿 所以他這隻算比較..沒有控制的那麼好 送你速閃是不是 我考慮一下阿 如果你考試考 考300分我就送你速閃好不好 重點為甚麼第五人格不加好友的原因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因為第五人格的話 他加好友他是有上限的 而且我們每一次的話就是依照加好友的進度來跟大家玩 然後玩過的就把他刪掉 不然有時候我太蠢了 我會有一些人重複邀請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要見諒一下 所以為甚麼第五人格不加好友的原因是在這邊 不是真的不想跟你們加好友 是因為他有好友上限 你們知道嗎 麻痺 反射 不是阿 我怎麼沒有衝出去 說好爆炸勒 我還被打到 拼到歐德盧 反作用力 欸不是阿 這要怎麼用 這角色太難玩了吧 他不是會反射衝嗎? 還是他有改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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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幹嘛阿 在幹嘛阿 我前幾場雷了 沒關係阿 這還好阿 你看 我還不是也很雷 剛剛說要玩先知 哲平你騙我 好 我下一場玩先知 好不好 下一場玩先知 我不會當騙你的人的 我一定玩 玩爆 好不好 玩爆給你看 玩十場先知給你看 好不好 不是阿 這到底要怎麼用阿 這手環有這麼難用嗎 Déjabu 這到底要怎麼操控阿 這個手套 太扯了啦 Morani 明日之後是什麼樣的遊戲喔 我們兩點的話就會玩給大家看 基本上還蠻好玩的阿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類型 它是有點生存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生存的那種遊戲這樣 撞牆 然後轉視角 噢 原來如此 噢 又是我 噢 它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樣阿 以前 好像是撞牆 然後就怎麼樣了對不對 因為我記得以前是撞牆 然後就怎麼樣了 然後現在 現在是還要轉視角是不是 比賽呢 剛剛說要的你騙我 又不是今天 今天沒有要比賽啦 之後才會辦阿 我只是說先 先看一下要不要辦比賽了啦 不要那麼緊張好不好 我之前暑假說要辦傳說對決單挑大賽我也沒辦 怎麼沒跟我以為玩 太忙阿 怎麼說要玩貓咪大戰爭 我每天都玩貓咪大戰爭